发叫轻伤不下火线 并不是说膝盖磕肿了 或者手上蹭破皮了 就叫轻伤 而很可能是被榴弹击伤头骨血流不止 被破片划开腹部 肠子都流出来了 仍在前线坚持 大家好 我是原载 轻伤为什么这么重 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 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比如唐山打人案 视频一经曝光 就引起下手之狠 行为之暴力 瞬间点燃了公众舆论 在后来警方公布的伤情图片中 也能看出 女子伤的并不轻 医生伤痕不说 头上的绷带还不断往外滲血 可接下来司法鉴定给出的伤情结果 却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两个轻伤二级 两个轻微伤 都快被打进ICU了 这叫轻伤 这彻底颠覆了我对轻伤与重伤的认知 其实这也不能怪大家 因为我们习惯了生活与境下的轻伤 而对于刑事案件里的轻伤并不熟悉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个更为极端些的案例 你就能明白 2020年12月20日 湖南长沙一男子因感情问题 连捅女友20多刀 致其左腹部损伤及胸腔肌液 够严重吧 但是依然被鉴定为了轻伤 经法院审理 男子因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14个月 轻伤没你以为的那么轻 重伤远比你想象的更为严重 我国现行的伤情鉴定依据是 2014年颁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其中把受伤程度分为了三类五等 分别是重伤一级 重伤二级 轻伤一级 轻伤二级和轻微伤 法律意义上的重伤仅次于死亡 简直可以说是宾死状态 如果伤情被认定到了这一步 也就意味着你在阎王银那闯了个门 最轻也得进趟抢救室 这里我们主要来看几个重伤二级的情况 为什么要这么看 因为只要没太严重 就算轻伤 颅底骨折半脑脊液漏持续四周以上 被人打到颅骨骨折 同时撕破了硬脑膜和珠网膜 以致脑脊液由骨裂缝 经口腔 外耳道或者开放性伤口流出 连续低漏四个星期以上 才够得上重伤的最低门槛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比较走运 脑脊液流到了第二周就不留了 恭喜喜提轻伤一级 还有双侧睾丸损伤 丧失生育能力 这也是重伤二级 同样的道理 哪怕就是你遇到了抱完小子 一侧睾丸或者复稿缺失 不幸成了圣诞老人 不好意思 轻伤 甚至就连伤情鉴定中 眼眶内臂骨折 鼻骨骨折 牙齿脱落或者缺损 牙齿松动两枚以上 或者三度松动一枚以上 肋骨骨折 肋软骨骨折 腕骨 长骨骨折 或者直骨骨折 这意味着什么呢 要知道 刑事犯罪的最低门槛 只故意伤害 致人轻伤 以上各种骨折 寸步难行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轻微伤 意味着你爬起来拍拍挥 还能跟人继续边打边骂 轻伤 爬不起来 刑事犯的误判 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 误以为可以凭借 肉体上的轻微损失 浇换出巨大的现实价值 接下来的剧情 会让对方后悔都来不及 不要犹豫 立马报警 见到警察之后 要求治安拘留对方 去医院验伤 向医生表明你头晕恶心 在回答医生的提问时 你可以主动降低神经灵敏度 表现出连话都听不太明白的样子 这时医生就会做出进一步判断 你可能被打得有点颅脑损伤 医生会把你的情况 如实反映给警察 而打你的人 被拘留已经板上钉钉 而且一旦医院在检查中 发现你的伤势 已经构成轻伤 拘留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对方不仅要赔偿 还得坐牢 此时事情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从治安事件 升格为了刑事案件 家里有人坐过牢的 留过案底的 将直接影响到 直系亲属三代人 考公务员上警校 当兵去银行进国企 都难过正审 此时打你的人 态度已经发生了天大的逆转 恨不能搂着脖子 像葫芦娃一样 喊你一声爷爷 会想尽办法来争取你的谅解 如果你心情好 表示不愿意把事情做绝 那么对方需要支付一笔谅解金 来求你高抬贵手 如果你心情不好 表示打不能白挨 那么打你的人 就会被关进看守所或者拘留所 洗提消声客救赎体验卷 留了案底赔了钱 外加你出气 无论是哪一种结果 都比你当场回敬对方一电炮 更富戏剧性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个人防卫攻略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袁在 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 这期视频比较长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点赞转发 咱们下个视频见